好我们到台中去玩呢 大部分都会买个什么太阳饼当伴手礼 但是呢台中的太阳饼店竞争这么激烈 满街都是有两间相邻的饼店互相抢客人抢到 邻居翻脸变仇人 甚至在客人面前互相呛虾口出恶言 两间店还互告通通吃上官司 大火爆香猪油揉进面团烤得酥脆 太阳饼要好吃直到功夫少不了 加上麦芽香甜又不腻的口感 太阳饼几乎和台中划上等号 许多游客来台中都指名要买这一位 年产值高达11亿 在台中就有200多家竞争激烈 但这两家相邻的张姓和料姓太阳饼店 为了抢生意 当着客人面前互骂杠了起来 拿出名片说对方之前 就曾经出过奥博额料小姐也录音提告 你骂人的这个画面 什么录音通通都有 那你知道在说什么 那我说我自己 我自己把人抢死了 因为客户也比较多啊 所以变成生意上就是有 同行相继嘛 吵架的事情也有什么好话嘛 两家店都是卖太阳饼和脊脚洞 卖的东西差不多为了抢客人 不但口出恶言互相对骂 现在也因为双双吃上妨碍名誉 和公然侮辱的官司 接着陈广瑞黄建庄台中报道